哈喽大家好,我是热水学院的唐老师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热水器 热水器在住宅环境里面 像这种太阳能的热水器是好说不好听 这个内容其实尤其是对日照环境 对就不同的季节 日照环境不一样的话 那么太阳能热水器 所以它在冬天和夏天的话 对于这个可以储备的这个热水量而言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更多使用到的是软气热水器和这个电热水器 那么电热水器和燃水热水器而言的话呢 又有一个区别 就是燃水热水器的话呢 燃水热水器 燃气热水器的话呢 第一个它必须要装在有排风排烟管道的地方 我们整个家装环境而言出现排烟管道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只有厨房 尤其是平成百分之百只有厨房 所以的话呢 燃气热水器的话呢 一般情况下都是装在厨房里面的 二一个的话呢 就是燃气热水器的话呢 因为装在厨房啊 那么如果说厨房离卫生间远的话呢 它可能说因为这个距离的关系会浪费一部分水啊 尤其是在冬天啊 大家需要洗澡的时候的话呢 那么长的一个距离啊 十多米的距离啊 因为它管道里面都会储备一定的水量 对吧 它要轮到我们的热水器 燃烧了以后啊 然后对我们的水进行加热了以后啊 直到我们的淋浴花洒出现热水啊 才能够被正式使用啊 这个距离上面的话呢 沉着一部分水的一个消耗啊 那么电热水器的话呢 尤其是这种储仑的电热水器的话呢 没你需要水啊 它就可以直接装在那儿啊 即时开即时就有热水 相对而言要方便一些 但是呢 电热水器会出现一个弊端啊 就是它的一个体量啊 一个体积而言的话呢 会很大啊 这对于我们当下要求空间整体性的 这种住宅装修而言的话呢 是一个很大的弊端啊 那么太阳能热水器的话呢 这个就不用我讲了 因为就我们商品房而言的话呢 很少用到太阳能热水器啊 再跟大家去讲一下 我们这个软气热水器 软气热水器 有一个大家着重需要去注意的内容啊 就是它的这个排烟管道啊 像这样的一个排烟形式是 就当下的这个装修环境而言的话呢 你如果说是以这样的形式去排烟的话 那不好意思啊 这个我们的煤气管理方而言的话呢 它是绝对不容许的 也说白了 就是你如果说啊 你在它去给你接通煤气的时候 你的一个排烟形式是这样的排的话呢 其实它就不会给你开煤气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啊 因为它的这个气体里面的话呢 它不像我们的汽车啊 它能够达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百分比的一个充分燃烧啊 那这个的话呢 它这个气体的话呢 是没法充分燃烧的啊 它这里面是有很大一部分二氧化氧和一氧化氧的存在的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一氧化氧是很容易导致人中毒的 可能中毒后短时间以内身亡都有可能啊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燃气热烧一般情况下都是装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卫生间里面啊 对吧 sorry啊 直接装在我们的厨房里面啊 然后的话呢 是靠近我们的风景啊 也就是大家理解的排烟管道啊 它是直接对我们的排烟管道去排烟的啊 大家不要理解为排烟管道只对我们的吸油烟剂有用啊 其实我们的软气热气啊 也同样能够用到啊 这个地方有三根管子 大家来看啊 那么这根黄色的管子的话呢 那有些用的红色啊 有些用的黄色 那么这根黄色管子的话呢 它是一个软气的接入啊 然后的话这两边有根有两根管子啊 这两根是什么管子呢 其实就是一个进水管一个出水管啊 那么蓝色的这个啊 就是进水管啊 它进去的是冷水啊 然后的话 红色的这个点的这个啊 它是出水管啊 出来的是热水啊 出来的是热水啊 还有一个内容就是需要大家注意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软气热气的话呢 它不是说不需要通电的啊 它也需要通电 为什么呢 软气热气的通电 它其实就是有一个智能芯片在里面啊 那么关于 它的一个故障码的一个爆 爆一个 显示啊 还有关于它的一个实时温度显示啊 都在上面啊 这些的话呢 都需要电的一个介入啊 那么电子打火而言的话呢 这个也是关于它的一个智能控制啊 需要电才能够具体工作的啊 这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一个内容啊 再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电热水器啊 电热水器的话呢 大家来看啊 它的一个安装而言的话呢 还是有一定的高度限制啊 它不能直逼于我们的顶面啊 需要留一定的空隙出来 然后的话呢 左右的墙面而言的话呢 也要有一个间隙啊 最小的距离的话呢 是30公分 其实在我们的平城和别墅里面 很少用的这种电热水器啊 因为用起来不方便啊 实在是太大个了哈 实在是太大个了哈 所以不愿意去用起它 好 这个图我相信啊 大家看一下啊 应该就知道个直投银帽了哈 然后的话呢 这是太阳能热水器的啊 这个太阳能热水器的话呢 呃 其实它也可以电加热啊 但是太阳能热水器的必能 其实不在于 电能否加热啊 电加热它更好啊 对于它而言啊 从某种理论上面而言的话呢 那打个比方今天太阳啊 那么温度不够高的时候啊 太阳能的这个能量 太阳的这个能量不够高的时候 那或者说 这个太阳能热水器啊 它达不到一个加热的功能 或许说我们可以用电来介入它 然后去加热啊 去使用 但是的话呢 太阳能热水器大家都知道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的 它就必须要装在楼顶上 对吧 那你如果说这个楼 这个楼是三层 是三层楼啊 那么楼顶上就为了 是第四层的一个高度存在 对吧 因为它是楼顶上的 对吧 那么第四层的那个高度存在 如果说你是在一楼用水的话 大家可以看 想象一下啊 你从浑水 反而开水出来 我需要热水 然后它再从楼顶上送水下来 这一单距离浪费的能量其实很高 以二零的管子 不 以二五的管子为例 下来的话 我就说是四十米 大家可以想象 我开一下水 最少要多少 要十多秒钟 这一块的时候 也要十多秒钟才能出热水 对吧 最少要十多秒钟 而且是什么呢 而且 而且如果说它电加热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把电送到楼顶上去 这个也不方便 是吧 所以 尤其是我们的平城 现在别墅也是一样的 很少去用到我们的电热机器 当然这个东西 它从某种层面上还是节能的 在我们的这个农村市场里面 和这种 郊区的一些个 相对而言比较偏的那种 住宅项目的市场而言的话呢 它还是有用处之力 OK 那么这节课内容的话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下一节课我们来讲一下门的相关知识 这点课题